陳太,今天還是吃病人餐嗎? 不是,太姐,今天吃醒神餐 謝謝,太姐 我們什麼時候有病人餐和醒神餐? 陳太每次都是吃A餐配意粉 醒神餐配凍檸茶 病人餐配熱檸水 意粉要綠軟一點 其實陳太這幾年 斷斷續續都要吃病人餐了 陳太,你沒事吧? 沒什麼事,都是牙齒 別說了,說起來就麻煩了 牙齒? 如果我沒猜錯 你是不是喝的冷東西都是鼻鼻痛? 古叔,真的被你猜中了 幾年前開始,我的牙齒就開始有點敏感 喝冷東西的時候會鼻鼻痛 吃東西的時候牙齒沒什麼力氣 但通常我休息一段時間就沒事 誰知幾個月前就發光了 痛到我什麼都吃不到 然後牙齒就開始鬆了 那你有沒有看醫生? 幾個月前看了 原來我有嚴重牙齒病 我現在真的很後悔這次才去找牙醫 你好像我一樣猜猜一下 敏感牙齒可大可小 好,隨時是牙齒病的精少 這樣拖了幾年 你隨時牙齒就消失了 我現在看完牙醫就知道了 牙醫說如果我早幾年去找牙醫的話 我的牙齒不一定會那麼鬆? 牙齒病其實就是牙齒周圍的組織發炎 多數是因為我們的口腔清潔 做得不夠乾淨 牙粉木就積聚在這裡 牙肉周圍的邊緣就有發炎的精少了 再不管它 嚴重一點就會引致牙韌紅腫出血 再嚴重下去牙韌會萎縮 到時候牙齒就會鬆動而萎 不用多久,牙齒可能就會脫掉了 古叔,你突然有那麼多勢 什麼現在?我一向都這麼勢 其實牙齒之前喝凍飲品時 牙齒有鼻痛,我就叫他看牙醫 他也有嚴重牙周病 醫生教完他,他就回來懶得了 我做了兩個月牙周治療之後 已經好很多了 不過還有幾隻牙要做治療 牙醫說最重要是保持乾淨 讓牙周病沒有犯法 好,等你做完整個牙周治療之後 回來這裡,我們請你吃蟹 到時候連蟹可以讓你咬爆 你不好,咬裂了隻牙 到時候你病人餐都吃不到